今天要讲的故事叫 瘸腿白贝的遗言 这个故事说的是 大伯养大了三个侄子 可没有人愿意收留他养的 大伯的留下一封信 三个侄子都跪倒在地 说呀 缝瘸子那是天生有些残疾 一条腿短 从娘胎里出来就是这样 所以呀 人们就叫他缝瘸子 到最后啊 人们连他的大号都不知道叫什么 而更可惜的是啊 他的舌头也有些短 说话呢 有些结巴 这样的结果啊 导致他没有媳妇 已经啊四十多岁了 还是光贵一尊 因为呀 他光贵 始终啊 跟父母住在一起 父母呢 觉得对不起这个儿子 可缝瘸子倒觉得没什么 自己呀 有手有脚 能养活自己 这就是自己的福气 不怨父母 父母走后啊 他就一个人过了 为了养活自己呢 缝瘸子 拜师学了推 拿按摩的手 师父离世之后啊 就把全部手 传给了他 他想啊 凭借这门手 他就可以活命了 他很高兴 也很珍惜啊 自己的手 每当啊 有客人来找他按摩的时候 他都会啊 尽心尽力的去做 所以啊 他的名声非常好 人们呢 都愿意找他按摩 几年下来啊 他已经攒了不少钱 但是这年 弟弟啊 车祸去世 留下弟妹啊 和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 都是男孩 老大11岁 小的才6岁 弟妹啊 领着三个孩子 艰难度 这天呢 大侄子 来找封祸子 哭泣的说 说他妈妈 跟人跑了 不要他们 封祸子 怎么也不相信 母亲呢 会不要孩子 就安慰啊 三个侄子 说呀 你妈妈可能 出去啊 要待几天 几天之后 就回来了 可过了几天呢 弟弟还是没有回来 而且呢 封祸子 也听到了消息 弟弟啊 是跟人跑了 封祸子 就带着侄子 去了侄子的 姥姥家找人 可侄子的老爷说呀 女儿 从来没有回过家 听说呀 把孩子抛弃了 老爷呢 气愤的不得了 当时啊 封祸子 就把侄子 留在了老爷家 然后呢 自己回来 可侄子们 不久 就被老爷啊 给赶出来了 三个侄子啊 回来之后啊 就蹲在 封祸子家门口哭 封祸子呢 下边回来 才发现他们 就把他们 领到了屋里 就这样 这三个孩子 就来到了 封祸子家 三个孩子呢 就由封祸子 来抛养 封祸子呢 为了养活三个孩子 在寺里外的镇上 开了一个 按摩推拿店 还好 因为啊 失传的手艺 很受欢迎 这也有了 养活 三个侄子的基础 有了三个侄子之后啊 那封祸子 日子过得就不轻松了 不单呢 给他们做饭 还得要管他们吃穿 因为啊 三个孩子是个小蛋 特别淘气 经常呢 惹祸上门 于是啊 封祸子就给人家赔不是 或者呀 赔钱 说一晃啊 二十年过去 封祸子 把三个侄子 都养大成人了 虽然呢 没读什么书 可都娶上了媳妇 而且呢 在城里 都买了楼 封祸子呢 不偏不倚 三个侄子都一样 都给他们呢 付的首付 这呀 对一个残疾人来说 已经啊 是做得非常出色 村里人呢 都给他竖大拇指 说这封祸子 不一般 封祸子 到了六十五岁这年 他就啊 回到了村里 因为啊 年龄大 不能再干按摩了 所以啊 他就想 在家里 干点别的 就这样啊 他养了几只 山羊羔 在村后的路上啊 每一天 都能看到他 一拳一拐的身影 放羊 三个 本想着 三个侄子啊 总有一个 来给自己养老 可他们呢 谁都不要自己 自己啊 去侄子家窜门 他们呢 都怕待时间长 特别是 侄子媳妇 嫌弃他呀 深深有味 几乎啊 那就用感来汹涌 不让他在家待 在随家 也待不上两天 最后啊 他只好 一个人回到村子里住 侄子们的举动啊 让冯穴子很伤心 自己啊 把毕生的奉献 都给了他们 可他们呢 却抛弃了自己 后来啊 也想开了 这些啊 应该 不赖侄子了 侄子啊 都是侄子 都是好侄子 可侄子们呢 都太懦弱 这就随根 没办 自己的弟弟 也这样怕媳妇 人家媳妇啊 侄媳妇 都是外来的 这样一想啊 他心里呀 就轻松不少 好在呀 侄子们 帮年过节的时候 都回来 都给呀 甭穴子 买不少东西 有的呢 还扔钱 甚至啊 有的还鼓励 老头找个老伴 钱呢 他们出 冯穴子笑着拒绝 说自己啊 年轻的时候都没找 现在还找什么 那不是给人添凹子吗 他呀 一个人呆得太寂寞 冯穴子 就把羊增加了 因为呀 他家不远 那就是后山 放羊很方 说这天呢 冯穴子家养的羊 喵喵的叫 邻居们惊讶呀 这羊啊 是饿的呀 怎么不出去放呢 没看冯穴子出来呀 所以呀 邻居就过来一看 冯穴子在被窝里 没起来 走近一看呢 你已经没了生命特征 身子都凉了 于是邻居们 给侄子们打去了电话 侄子们立即回来奔丧了 也呀 魅白亡养他们一回呀 他们呢 在下葬大伯的时候 哭得是好悲伤 安葬完大伯呀 跟几个回来处理呀 大伯的遗物 该烧的烧 该留的留 可就在呀 把枕头扔进火坑的时候 发现呢 有钱露出来 急忙把着火的枕头 从火堆里拉出来 然后呢 把火扑灭 打开枕头啊 看见里边呢 有不少钱 而且呢 分成三块 还有一封信 被烧了一点点 但呢 有字的地方没烧 他们知道啊 这是封穴子 写给三个侄子的 信是这样说的 侄子 你们看到这信呢 我应该已经不存在 前天呢 我梦见了你们爷爷 他说呀 9月15 未时啊 来接我 还说呀 未时不来 身时早早 如果我死了 那这呀 就是一言 我说呀 我养大你们 真的不容易 可你们呢 都对不起我 你们呢 谁也没有养我 但我不怪你 我们呢 冯家人都怕老 这就不奇怪 这些钱呢 分三份 每份呢 都是三万六千 一百五十元 不偏不倚 你们三人 一人一份 好好过日子吧 希望啊 你们的儿子 不再怕媳妇 也希望啊 你们逢年过节 来给我烧些值钱 我估计啊 这个 你们的媳妇 是不会反对的 如果反对 那我呀 晚上就去你们家 把窗户 三个侄子 看把信呢 都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眼泪呀 再一次流下来 他们呢 太惭愧了 觉得呀 对不起大伯 大伯对他们呢 有养育之恩 可他们呢 一点都没有汇报 此时的他们呢 恨不得 钻到地缝里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明天再会